有学唱歌的同学他都会训练一个就是打嘟训练,什么叫打嘟呢? 打嘟的话就是像开摩托车,你们听过摩托车的吗? 好,所有的同学啊,可能有80%的同学都打不起,好,打不起的同学,然后跟着老师一起来,我们讲方法了啊 先跟老师一起说,不,不,不知道的不,不,不,不知道的不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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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的同学打不起的同学,你用两个手指头把这个腮帮子,你看我写了这句话哈,可将两手的支撑腮帮子,然后这个 跟着老师啊,说不,不知道的不 如果你打不起的同学啊,这样子 嘴唇放松,嘴唇放松,这是所有学唱歌的同学他都需要去学习这个,这个是训练我们的口,嘴唇放松的一个状态,同时也可以训练到我们的气息 打断了的同学很正常,我们所有同学先明白一点啊,你在打这个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前面可能打不起,然后你到后面的话,慢慢就打起来了,它是需要时间的哈 肯定要痒,为什么呢?它让这个周围全部震动起来了 震动起来了过后,它会不会痒吗?肯定会痒的 好,我们念的这个就是 大家跟着一起唱 来 可以唱歌,都可以唱歌,这个念的就是念肺活量,对肺活量 鼻子痒这些都是正常的 肚子要鼓起来,肚子不收啊 头晕也是正常的 头晕正常 腰腹部痛也是正常 鼻子痒 耳朵痒都是正常的 都是正常的 你还没有放松 而且你要要求唱歌的时候 在唱这个的时候 你的腰部要鼓起来 知道吧 腰部是鼓起来 学唱歌一定要学这个的 都没有太多壓力了 适量 是不知道